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边 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关心一下 就是我们健康呢 人活的越年纪越大 你真的觉得世界一切 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康 然后呢我们常常在讲到说 台湾人好像对于肝 这个肝好像常常都听到说 肝不好啦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肝不好的人 其实呢人看起来也容易老 然后身体呢也好像比较沉重 精神也比较差哦 生活品质呢也不太好哦 看起来就是肝好一切都会好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呢 去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我们肝脏的健康 对我们的影响啦 还有呢就是养护肝脏的知识呢 今天我们就是来邀请到了 建公马光中医诊所的院长 大家呢也是号称抓宝中医师 廖树贤医师呢在节目这边也跟大家呢 一起来谈谈哦 这个养护肝脏的知识 廖医师你好 子玲好 大家好 很荣幸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养好肝的健康知识 是那今天呢廖医师哦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录影画面上面呢 有廖医师的书就是热血中医教你养好肝哦 然后呢我这边我也稍微秀一下这个书在这里哦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请廖医师也跟大家呢 来聊聊说我们现代人啊其实常常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哦 比方说呢什么头痛啊失眠啊高血压啊 或者是说有那种疼痛啊 比方说什么胃痛肌肉痛啊或是情绪障碍等等哦 那有时候我们去找医师好像也查不出说什么确切的病因是什么哦 但是呢那一些生活的困扰其实是存在而且很不舒服哦 都都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嘛 好那听廖医师是说跟肝是有关系的吗 那这个肝哦在中医理论里面这个生理功能还有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子晶好然后因为我们的中医很多问题的话都会包含在里面 我们不是一个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 所以我们中医是会有个整理官 那因为朋友拥改我的新书嘛 所以我受邀到朋友位于高雄慈濟近视堂附近的工作室 帮他签书的时候 他就说一翻开我的书他就很压抑啊 因为他刚刚跟主任子林讲的一样 就是常见的健康问题啊 例如头痛失眠高血压或是疼痛问题情绪障碍 甚至女性的月经啊男女不孕的病症啊 这么多疾病居然都跟中医的肝有关系 中医真的是博大今生 还好我写的书啊有深入浅出 让他这个门外汗可以看得下去 看得懂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中医 肝在中医里面的生理功能 那就会知道肝的重要性了 在我们中医来说的话 网易的肝主要的生理功能是属于疏泄还有长血 然后例如肝疏泄功能如果失衡的话就会发生那种肝育啊肝火 我们讲做肝火大嘛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头痛啊 失眠甚至慢性病的高血压等等的 如果单单这个时候用止痛药啦 安眠药啦治标不治本其实我们只要将肝调理好的话就能够火灭烟消 穿过水无痕不留一点痕迹就可以让身心恢复健康 那肝的长血功能的话就跟女性的月经男女的不孕有关 我们可以Google一下肝筋的巡形图 或者是从我书本的40页的巡形 我们可以看到肝筋就是这条红色的线 然后它就是绕到我们阴部这边 然后由外而内的绕进去 所以绕着外内外的生殖器官转一圈 所以男性的阳尾早泄啦 女性的妇科不孕的问题都跟肝筋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不只是经络巡形 它的脏腑功能也都跟其他的脏腑有关系 例如儿童皮肤科最常见的湿疹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那家长看到小朋友因为皮肤痒睡不好 家长都会很心疼 那虽然湿疹啊 异味性的皮肤炎是在肺嘛 因为在中医来说叫肺主皮毛 而且这类的病人的话 常常都会有合并有过敏三连症 就是上面的呼吸道的过敏性鼻炎 下面的呼吸道的气喘 还有皮肤的异味性皮肤炎 这叫过敏三连症 虽然它的病位是在肺皮毛嘛 可是它的症状表现却是在心 因为中医的理论来说 猪疮痛痒皆属于心 才会心火大 皮肤痒 导致睡不好 那小朋友的情绪表现 就会更烦躁耍性子发脾气 然后做不住讲不听嘛 对 所以在我们中医整体来说 它的病情基准却是肝血虚 加上皮肤健养 才会引发这些湿疹皮肤痒 异味性皮肤炎的一连串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用肝来切入治疗的话 就是用肝皮不合的逍遥伞来治疗 不仅好吃 然后就能够让小朋友吃得下药 这样一来都要反而比 直接单一用那种 平常治疗皮肤那种苦苦的传统方药 或是单单用西药的抗阻滋胺 或是类固醇来得更好 我听廖医师这样说起来 就是我们如果说平常有一些情绪 或皮肤等等表现 这个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或会疼痛的这一些状况来讲 其实它不是病那个问题 不是根源 所以你们中医就是在做治疗的时候 要去找到说 你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症状 或者是一些表现 但是事实上它可能是出自于 比方说是在肝的这个部分 你们就从肝去做治疗 才能从问题的根本去解决 是不是 对我们就是看到症状之后 我们要追究它后面的那些根源的问题 才能够根本治疗 是 好那在这边呢就是 我看到说廖医师在书里面 有写中医的肝经脉跟西医的生前线 这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有一点 这个知识需要学习 那这个所谓的肝经脉 它不是那个肝脏 它是像刚刚您在这个书里面 四十页说的就是红色那条线 是不是 对 那是肝经的巡形 可是它还有旁边的筋膜 筋筋就是它包含的一些局部的部分 然后跟西医的生前线 这个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生前线是什么 那我在书上看到医师说呢 就是可以检测我的生前线 有没有虚痕 那这可以去做我的这个肝方面的判断 是不是 对 因为在我的书中里面的时候 提到这个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是专有名词 所以一般的读者或是听众 可能就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放那个图片来说明 而且放图片有时候讲解的还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的马光执行长 然后特地额外释之不惜成本 然后请最专业的摄影团队来帮我们拍摄影片 目的就是要为了让大家能够强生健体养好肝 所以我认为西医的生前线 不仅能够协助诊断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的治疗 从这张图来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中医的肝筋红色的线 这是第几页 40页 40页 对 然后再翻几页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旁边这个骨头的 就是我们西医的生前线 40分42页 对 一样从大拇指这样一路上去 有没有 上去上去上去 对 所以根本的路径几乎是一模一样一样的 对 所以就可以用检测生前线 然后来看是肝筋的哪里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如果发现 不管是它的疼痛问题 不管是它的疼痛问题 还是它的内科问题 都可以用方药或是针灸 那针灸的时候 因为生前线上有一些关键点 还跟我们的肝筋穴位重叠 根本就是一键同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针灸的时候 就可以针对那些关键点来针灸就可以了 所以取穴位置深度就非常的精准 所以效果就可以快又持久 是 好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西医的生前线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中医的肝筋脉 这样子来大概看待 对几乎可以是互等的 几乎互等 那所以我可以去测出说我的生前线 有没有失衡 就知道说我的肝方面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需要做一个调理 这样子嘛 是是是 那怎么检测呢 生前线它就是我们有刚刚有看到是从脚底一路上去到头嘛 那所以它就切成一半 然后有检测 然后有检测生前线的骨盆以下的问题或是骨盆以上的问题 那我们当然是先看骨盆以下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以下的处理嘛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 然后我们就是叫做起始知识 就是受试者就是自然站嘛 然后双脚对双脚跟双脚就是要并龙 还有大拇指哦 大拇指也要并龙这样子 那双手就放在自然下垂放在身体的旁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脚抬起来 这个要看影片 好看影片 这里 在第几页 51页 51页 对 51页 就是医师的头如果挡住了镜头 可能会没办法看到这样子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有那个 好好好 我可以自己来做一下 因为那个要整个站起来的 对对对对 整个站起来好 那我请他们帮我拍一下好了 对 不好意思我可以来做示范这样 好谢谢谢谢 那我做示范好 好就是站好嘛 对对站好之后然后手自然下垂 那脚跟 脚跟要并就是站好就对了 对对对对大拇指也要并龙哦 对大拇指要并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抬左脚 先抬左脚 对对先抬左脚 然后大腿到大腿跟我们的身体是90度的 膝关节也是90度的这样子 好好好是好这样子嘛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站要10秒钟的时间 哦是哦 哦要站10秒钟的时间 对然后头不可以晃超过3公分 我不可以晃我会晃 如果晃超过3公分的话就代表我们的内面的肝筋 跟外面的胆筋它们不平衡 哦是哦 然后10秒到了时候再换 再一样再回到我们的自然姿势 然后再换右脚 哦对然后这个时候啊 医师或是你请旁人帮你看一下 你在抬起来那一瞬间的时候啊 那个站立的支撑体重的那只脚的大拇指 然后这就是书上 所以你看一下那个影片的话 书上就会写大拇指 你就要看大拇指 它是往下压的还是翘起来 就是你的脚抬起来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它是翘起来的话啊 就是骨盆以下的深前线 也就是肝筋的筋膜紧绷 那如果它瞬间 抬脚的瞬间它是压下去的话 就是骨盆以下的侧线 也就是胆筋的筋膜紧绷 我觉得我是稍微往下耶 就是那这样就是你的 没有抬起来应该就是稍微会往下这样 对那就是往下压的话就是胆筋 就是你外侧身体侧边的胆筋 是 那如果没有压得很重的话 就只是稍微压一下 那就还可以 因为我们一般人抬起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压一下 对对对稍微会平衡 会往下压一下 但是如果压得很重可能就是 压得很重 或者是说甚至你已经站好了的时候 它还一直压着 那就是胆筋的问题 对側边的胆筋 那我们就可以翘胆筋 像是肝筋这样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第一个动作 然后呢还有还有其他动作 然后再来一样就是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有A跟B两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一样嘛 我们先自然站立 然后脚病龙 脚病龙 然后双手自然下垂 首先我们先抬头往上看 往上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头跟天花板的要平行 鼻子跟眼睛的连线跟天花板的连线 要能够平行 嗯 而且嘴巴要能够闭起来 有有有有 当你平行的时候 避不起来的时候啊 那就是受限了 那叫我们就丑一 哦 这是第一个动作 对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 一样就先回来 先回来 一样双手就是在起始的位置 然后脚也这样病了 是 然后手就举起来 手举起来 对 然后高举过头顶嘛 对 然后掌心 掌心自然的相对 掌心自然相对 对掌心自然的相对 好 然后啊 那我们身体往后仰 往后仰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就像你这样子 哎呀仰不得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 对对对对对 然后 髋关节再往前一点 就是我们的屁股啊 我们的屁股这个地方 好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像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到 肩胛骨的后面 嗯 肩胛骨的后面 应该要能够超过我们的脚跟 哦 有有有 有有有 你有你有你有 然后我们的前面 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 骨盆的脚脚这个地方 是 要能够超过我们的脚尖 超过脚尖 你看起来应该是都有 对对对对 你看起来应该都有 哦 对对对 那就代表说啊 骨盆以上 如果 刚刚A是丑一嘛 这是B嘛 那B也不行的话 哦 那就是代表 骨盆以上 的 身前线的筋膜紧绷了 哦 那那紧绷的话 会有 什么样的问题状况 然后我可以怎么去改善呢 额 紧绷的话 就是要看 他是骨盆以下的话 他就可能跟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身体的胃痛 或是偏头痛 有没有 只要他是骨盆以下的紧绷的话 骨盆以下的紧绷的话 我们就把下面的肝筋 给他放松 不管你是用 按压的 或者是用针灸的 或是用滚轮的 都可以 那骨盆以上的话 常常见到的就是 有一些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咽喉卡卡的 或是一样偏头痛的部分的话 就把骨盆以上这里的筋膜 因为他都在深层里面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所以我都会请病人做那种 伸懒腰的动作 哦 就可以把他 往前伸懒腰 就是 像一个八段井这样子有没有 就是先这样子放着 然后慢慢的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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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个伸出去 然后再放下来 哦 这样就可以了 对这样就可以 当然如果可以 就一个小时做一次一次做两下 嗯 这很简单 对对对对 可是 常常病患都是 一天只做两三次 可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不要让我们身体就是长久 维持在这样子不好的姿势之下 他就不会闷住 那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能够释放开来了 哦 是 我觉得刚刚 廖医师就是三个动作 比方说像那个前脚伸的筋肌独立啊 对对对 然后往后啦 等等 还有刚刚这个 做这样伸沉的这个 这个伸懒腰 这三个动作 我觉得其实 做起来都蛮舒服的 就如果我 其实也还好 像我刚刚检测的就是 医师说其实还好嘛 但是我这样常常做也有好处 是不是 对对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的身体当然就可以比较放松 而且呼吸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吸的进去 嗯 然后而且这样子吸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连结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帮助我们一起为健康 然后往前进 嗯是 好那这就是我刚刚所提的问题 就是廖医师呢在书上写说 中医的肝肌脉跟西医的生前线 其实呢是很类似的 两条线其实几乎可以看成是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检测 然后去看我的肝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功能啦 是需要去调理一下 那我想再继续请教一下廖医师喔 常见的胃食道逆流跟肝也有关系吗 这个要怎么样去调理预防好呢 嗯真的很有关系 我们刚刚讲症状嘛 胃食道逆流是症状 可是肝它才是它的根源 那所以我讲一下就是胃食道逆流 其实就是我们的肝胆的经脉不掉的啊 嗯嗯嗯嗯嗯 不管是同一个知识太久 或者是我们的头脑啊 钻牛角尖啊想不开 都会造成那种肝胆经的元气啊 没办法流畅 那中医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肝目 肝目和逆范胃造成肝胃不合的胃食道逆流嘛 所以这个专有名词怎么讲一定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常常跟病人说 就是我们想像我们右边的肝 右边的肝是一根大的木棒的话 那旁边的胃就是中嘛 就是那个掉在中柔那个中 那我们的肝是不是应该是要往上扎根 往下伸展 因为肝属木嘛 可是现在它闷住了 它是只能走横的 那走横的是不是就撞到旁边的这样子的中 是 那我们的胃就被那个木棒这样子 打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很闷很痛 然后电影里面也常常演就是如果肚子被打一拳的话 是不是吐酸水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肝目横向撞击胃的时候 这个大同钟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吐酸水了 所以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嘛 那我们的钟它是不是挂在钟柔上面 那个旋钮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喉咙 所以我们的胃食道逆流的时候 是不是就觉得喉咙的卡卡的 或酸酸的有一种味道 对甚至干咳啊 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没有表现胃食道逆流 那样子闷闷的走走的 可是他都一直觉得喉咙有痰 那叫霉合气 那其实也是因为肝悶住的关系 所以这样子的病患 不管是霉合气还是胃食道逆流 我们就要用梳肝合胃的方法 梳肝就是把木头把它梳理好嘛 让它往上扎根往下增长 然后所以它就可以去掉肝的恒逆 对胃不好的影响之后 然后我们再对于胃自己本身的症状来处理 这样子才能够处理好胃食道逆流 或是梅合气的这样子的根本的问题 是 好那在这边也要请廖医师呢 就是提供大家 比方说我们在家里面 比较问题没有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在家可以做自己的生活上的调理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方法 比方说刚刚我们有教 怎么去检测这个肝功能 机能的问题 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好吃的饮食 也可以说一面吃美食 然后就一面去养护我的肝脏呢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嘛 肝胃食道逆流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肝去闷住了嘛 才会造成这样 所以我们平常 刚刚教的那个检测的方式 你多做 它是检测 可是它也是一种伸展的方式嘛 或者是说那个刚刚讲 伸男腰八段井的第一式 那个也可以常常做 除此之外啊 我们也可以搭配我们的饮食 我们在家可以煮一个叫做 一蚁人属玉汤 就是属玉的意思就是山药 而且要台湾山药哦 日本山药只是好吃 可是它没有药效 我们台湾山药才有药效 就是拿新鲜的台湾山药 就是4两就是120克 然后一蚁人一两就是30克 然后把它削皮啊洗净切块 然后艺人也要把它洗干净的时候啊 我们用1000毫升就是1公升的水 然后去把它煮开之后啊 那小火焖焖焖焖焖 焖到艺人煮熟了 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那些刚刚讲的山药啦 艺人啊 如果不会怕浪费的话就把它丢掉 因为那对我们来说 那其实是要渣 我们通常不会吃它了 我们就把那些 艺人属玉汤拿来当做茶来喝 是 那这样1000cc嘛 所以一整天把它喝完 又可以补充我们的茶 又可以补充我们的喉咙干壳的部分 然后可以让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的摄取嘛 为什么要这样子煮呢 是因为艺人啊 他在我们中医里面 他可以止痛消肿去身体的疼痛 所以中医有一个方法叫做 艺蚁腹子败降散 其实他就是治疗盲苍炎 卵巢囊肿的功效 就是因为有艺蚁这个药栽 那艺人啊跟山药煮起来 他是不是就是有点黏黏的丑丑的 所以他就有丰富的黏乙值 然后就是一个很好修补的药 那我们的胃食道逆流啊 胃伤过多啊 这样子的发炎 就可以透过这样子黏黏的东西去修补粉刷 那个发炎那个伤痕就不见了 所以胃有发红啊发炎啊 甚至到溃疡穿孔啊出血 都可以用这两个食材来修复 那这样子我们平常在家就可以美味营养 而且又能够预防跟治疗 我们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是哇听起来就觉得很棒 那就是我们刚除了说检测的动作啦 或者是说好喝的这个 义以人属玉汤之外呢 最后这边要请廖医师 就是也跟大家来谈谈 那日常生活我要怎么样去保护我的肝脏健康呢 我们的肝脏健康的话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干嘛 所以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养肝护肝的动作 那我如果出去外面演讲的话 我最后都会跟听众说啊 你想要让身体维持一个平衡的健康的状态的话 就要从日常的细节去落实我们养肝护肝的行动 然后我提供大家一个秘诀 叫做身康体健心情美 好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作息正常 然后还有不要吃到发炎的食物来增加肝胆的负担嘛 什么是发炎的食物啊 对对对 因为很多嘛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口诀 那就是油油甜甜的烧酒机 这个是不要吃 对这是不可以吃的 这都会让我们身体发炎 第一个油的话 跟最后一个炙烧酒机的记忆的话 就是油炸到叽叽叫嘛 所以油炸的东西不能吃 那第二个油的话就是我们的反噬脂肪 对就是反噬脂肪就是比如说炸薯条啦 或者是那个甜点 甜点我们常常都是用到那个嘛 那个反噬脂肪的部分去维护它 让它能够松软好吃嘛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甜食 我们油油甜甜的烧酒机的甜的话 就是我们的精致糖 尤其是砂糖果糖尽量不要去吃到 然后再来是烧酒机的烧就是烧烤 然后酒的话就是抽烟喝酒 所以油油甜甜的烧酒机的话就是油炸 反噬脂肪 甜食精致糖 烧烤跟抽烟喝酒 那人就康炭 偶尔吃一下行吗 我是为了我自己一个月就吃一次麦当劳啦 哦好 不要太频繁啦 因为吃多了好像比较是发炎的食物这样子 对对 那刚刚是不要吃到发炎的嘛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靠吃去把之前吃到的把它赶出去 所以第二个的话就是运动训练 跟吃对食物把发炎给清掉 然后我们帮助我们肝脏的解毒嘛 所以就要吃维生素C啊 或者是海洋铭 马光的油钙铭就含有丰富的铭的部分 或者是含Omega3的鱼油牛脏汁等等的都可以把这些吃正确的食物就可以 还有配合我们的运动训练就可以把之前的发炎给它清掉 帮助我们肝脏解毒 当然我们的体态就强健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要维持正向积极的心态 那我们的心情美丽 人就精力充沛 所以这样子这三个做下来就是身康体健心情美 这样蛮好记的身康体健心情美 那大家就可以养护我们的肝脏 其实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它不只是肝脏 应该是我们全身很多的这些脏器 对不对应该都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对对对 好那我想最后这边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今天我们来邀请到了建公马光中医诊所院长 大家就是号称抓宝中医师的廖树贤医师 跟大家来讲到说肝方面怎么样去养护或做检测等等 那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影片或是录音之外 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在我们这个书上面 就是我们的廖树贤医师热血中医教你养好肝 这里面会有更多详细的一些说明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进一步的做了解 去养护好我们的肝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是彩色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谢谢廖树贤医师咯 谢谢最后祝福大家用身康体健心情美 来打造属于你的健康生活哦 好 好 好